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奕涵 在这里祝Owart四周年快乐 每天打开Owart跟欧美一起 支持我的作品 关注我的活动吧 其实我倒不觉得是阻碍 因为叫陈奕涵在里面有很多 但是其实我是有点慌的 不过自从大陈奕涵关注我之后 我就不慌稳了一点 《去哪儿》是我两年半前创作的一首歌曲 当时只是想表达一种自由的心境 我想去冰岛 我最喜欢的一句歌词是 一条路会通向哪里 老房子好像很多情 蛮有感觉的 当我感动的时候 我就会有想法 会刻意的把这种感觉放大 然后我就想用歌曲把它记录下来 不固定 真的是看灵感 有的时候凌晨三点就爬起来 突然想到一句好的歌 就像疯子一样 趴起来之后 然后就赶紧写下来 或者拿手机录音笔录下来 跟美美大神Taylor 就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她的音乐 希望能成为她那样的 就是可以创作出自己感觉 歌曲的艺人 中国我其实非常想合作的是 刘依菲 还有那个 The Baby 因为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她们俩 参加比赛前的舞蹈肯定是零分的 参加比赛前的舞蹈肯定是零分的 因为真的就是一个完全四肢不起跳的一个人 然后参加比赛之后就感觉满分 因为我觉得挺不容易跨过了舞蹈这个坎 我就觉得十分脱脱了 其实没有办法去给创作去打分 因为每个人创作都是不一样的 只要努力写出自己想要的东西就可以了 刚进学的时候 就是真的很不习惯 想快点做 跳舞太艰难了 太难熬了 就是觉得自己跳了也没有用 反正自己努力练习还是最差的 觉得自己义务是处 但是最后还是熬过来 难以置信 我最喜欢的肯定是麻烦少女的舞台 那个舞台让我觉得我在发光 我觉得我就是逆风翻盘向人而生本人 我的逆风翻盘向人而生不只是我 是我的就是粉丝把我拉回来的 是他们让我逆风翻盘向人而生 就是在101里面收获了很多 但是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这群能支持你的人 对 我们是共同存在着 傻了谁都不行 就是有一种羁绊 好 学会了吗 很纯粹的人 就是他身上带了一点野生的感觉 然后平时 其实就像大家正常的朋友一样 大家接触啊 没有什么粉丝想的那些 去哪这首歌很好听哦 你们要听哦 爱你们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来自新戏文化的陈奕涵 不是演员陈奕涵 而是创作担当陈奕涵 手上的尾巴 手上的尾巴 浪迹天涯 我说什么话 就是很感动 很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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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感动 就是很谢谢创造101给我的这次经历 很谢谢你们 让我能继续站在这里 然后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继续加油的 爱你哦 拜拜 拜拜 别太多了 我今天觉得没想到这个狗妹他们玩得成这样 我自己看了没有爆笑 让我看看是哪个人没有签到 我签啊 我有空我就签 佛法无边 其实还有一个配置 韩海卧情侣 放学列奏 这个我配了有点名义 我还是喜欢看粉丝给我配的 我觉得他们配的脑洞特别大 那好吧 漂亮妹妹 那当然是了 熬夜打的事 料理达人不是 宠意控制 唱一跳就能用 创作达人 其实佛系这个词在我上 我是一个分情况的人 就当我真的很想去要一个神样的东西的时候 我也不会妥惜的 因为我知道我要这么去当年联系 而且有时候也能服务 所以大部分还是佛的 渐气达人 没错 待妹就是我 待妹达人 蜷蜷害羞 其实是我身上的 就是需要 但是我其实想把它扔掉 就是我想功能还羞 根本蜷蜷 对 真的 人气上人 该可不然不敢 但是手还不是我 天马晴空是我 本宫达人 气氛没肯 N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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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